贸易数据递减 美国不来买中国货了 其实是如来 近几年来 中美贸易额是持续下降 目前中国已经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 加拿大和墨西哥取代了中国的地位 许多唱出来中国经济的声音 也喜欢带这个节奏 说中国外贸要完蛋了 得赶紧反思 而美国方面支持脱钩论的各界人士 都认为 只要不来中国买货 那就是好事 然而现在有些数据表明 美国并不是不来中国进货 而是如来 8月26日 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了 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会上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劳拉阿尔法罗 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的达文储 公布了一项研究 他们发现虽然从贸易份额数据上看 美国在减少对华依赖 并增加从墨西哥越南等地的进口 但相对的 墨西哥和越南也从中国进口了更多商品 而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和越南的 直接投资激增 这表明中国公司在那里 新建了大量工厂 中国占美国贸易份额最高的一年 是2017年达到了22% 到了2022年 这个数据下降到了17% 相对的 其他国家的贸易份额有所上涨 其中 越南是最多的 上升了2% 墨西哥上升了0.5% 这种趋势表明 许多企业只是将其庞大供应链中的最后一环转移出了中国 并将越南和墨西哥等国作为了中转地区 那我们中国消费者经常纠结这个阳城湖大茶蟹 是阳城湖里长大的还是游了个泳就捞出来的 现在看来美国的反华政客和一些意识成态上头的消费者可能也要开始纠结这种套牌问题了 那另外呢 如果只是套牌的名分问题那也就罢了 实在不行这头埋沙子里装作看不见就行了 但是像美国这样调整供应链结构是会带来实打实的价格上涨的 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每下降5个百分点 就可能推动越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9.8% 推动墨西哥进口商品价格上涨3.2% 这种价格上涨自然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并或多或少会助长美国的通胀 那这项贸易数据研究的作者阿尔法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提出了两个警告 其一是脱钩会产生成本效应 其二这么做不太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实际上这种研究并不是独此一份 早在今年5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缘经济分裂会议上 就由美国方面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的研究 美国看似是从贸易数据和供应链上 用其他贸易伙伴部分取代了中国 但这么做的结果是 美国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关系 反而更加紧密了 从某种有些奇怪的角度来看 美国政府和消费者居然愿意掏更多的钱 从间接渠道购买中国的商品 而转口贸易带来的价格上涨 还让在墨西哥和越南的企业捞了一部分 美国政府和消费者正在干一些很有国际精神的事情 打着反华的旗号亲自掏腰包 给发展中国家让出了更多利益 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产业合作 更有趣的是用自由主义精神自我标榜的美国 近些年来不断在用政治手段干涉国际自由贸易 其本质是一件有违美国精神的事情 现在看来这些政治操弄在贸易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非但没能带来宏观上的中美贸易关系彻底脱钩 反而让美国付出了真金白银的成本 只要美国市场的需求还在 并且美国的本土制造业无法重新复活 那么美国这种政治上强硬经济上实质性妥协的现实 就只会继续下去 这就再一次证明了 经济发展是有它的客观规律性所在的 很难随人的主观意愿而转移 其实这段时间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并没有说错 中美贸易确实不可能脱钩 而美国的关税和物理制裁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反而让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供应链上结合得更加紧密了 一圈圈圈化的路子并不可行 以麦卡锡主义精神为领导而一意孤行 真的只会砸自己的脚